这个应该叫做汉官34号演习 造成三十一伤的悲剧了 民进党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副指引长吴英龙 在脸书上说 我们的很多国君的演训 都是为了要满足表演的需求 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多不同意见的讨论 蔡英文总统今天早上 也有对这个部分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内容 总统想跟你请教这一次 这个海军在操演发生意外 那吴英龙他有提出他的看法 认为说汉官演习长期来都是表演的成分之多 想请问总统的看法 我觉得吴英龙这个说法不仅公平 那国君在这几年在演习的规模 或者是规划也好 都精进的非常的多 那汉官演习也是国君演训的一部分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替我们的国君加油 因为他是我们保家卫国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好一开始我先把这次意外伤亡的几位英勇的国君 官士兵的名字再附送一次 希望大家能够用心里面的力量祝福他们都能够安息 也能够平安 包括教育准则指挥部的少校杨昌龄轻声不至 那上次陈志荣不幸英勇殉职 上兵蔡博宇也不幸英勇殉职 另外一位中士阿玛乐道卡杜送医治疗 目前已经可以自主呼吸了 这是一个相关相对好的消息 那昨天蔡英文总统也亲自南下到左营的海军总院 探视受伤的人员 那总统的现场也说了这句话 他说给予殉职官士兵以及家属 我们一定要给他最好的照顾 那今天凭我日报的头版 大家有一个新闻也让我们感到不慎的唏嘘 翻挺殉职的上兵 这一位蔡博宇 他的父亲非常的难过 因为昨天在地的父母官云林县长 张县长去他家去探望他的父亲 竟然说今天是您儿子的生日 亲爱的最疼他的爸爸说 我忘了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 也难过的一个画面 我们再回来看相关的讯息 这个海军登陆演习 那两艘登陆小艇翻覆造成意外 吴亦农批国军训练多是为了表演的需求 汉光演习变成是国军最大的一大场的一个表演场 OK这个说法当然引起很多正反意见不同的讨论 吴亦农在壮阔台湾 吴亦农中指出看到海陆失事新闻 大家对军队的训练装备想必会有很多的疑问 但即便训练精实符合现实状况有最好的装备 只要演训就会有风险 这是为了保护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 吴亦农对于军人还是给最高的致敬 但是对于演训的操演科目 吴亦农还是提出说 是不是有些只是为了满足表演 而没有实战所谓增强战力的需要 这个部分蔡总统刚才在新闻画面也有提到 我觉得吴亦农这个说法不尽公平 国军这几年在演习的规模规划都精进的非常多 汉光演习也是国军演习的一部分 此时此刻大家都要一起替国军加油 因为他们是我们保家卫国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我对吴亦农的这个说法感到事实上很遗憾 事实上也很惊讶 因为吴亦农他以前我看到的那个经历 不过不但服过兵 在台湾服过兵力 事实上他还当过这个参议 参议而且是国防方面的参议 所以他如果我们回头来看 如果他当初 这个汉光演习不是第一年举办吗 这一次也不是 34年 对 如果他当初 如果他本来就觉得是一个什么表演的话 当初他当参议的时候 怎么没有就这些部分提出一些 因为他有点马后炮的嫌疑吗 实意或是建议 对不要说马后炮 我觉得他讲的很不妥当 这个我要讲 尤其因为 尤其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件事 因为我是金门来的 我对军人真的是 我们金门人对金人的感情特别深 从小 我们都是跟军人一起长大的 对 那他说这个 他我有仔细 我因为觉得他讲的很奇怪 所以特别仔细 进去看他说了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以国防来讲 就是我们就是主要是要防守 不不用进攻 所以不应该去 没有登陆作战的 对他说的是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 他真的有研究国防那么多吗 为什么他会这么的不了解 就是说真的像比如说 因为以我们金门来讲 我们金门有那个 就是这个蛙人 蛙兵 我们从小就有在相处 就知道 他们很大的 海陆跟蛙人 他们两栖的这种部队 他们很大一部分是 真的要 有时候是要到对岸勤收的 我们小时候军人是要到对岸去勤收 然后再回来 那当然有这种登陆的需求 在沙滩上也好 在这个海岸边也好 都有跟敌军作战的可能 所以都要做这样的演练与演训 所以您认为事实上包括陆战队 或是这个两栖部队 还是有特定的任务 需要做登陆的一些训练 当然是有需要 所以你认为 WINO这个说法 似乎有点以偏概全的可能存在事 我很惊讶他会这么说 因为他也当过兵 也当过行政院 这个国防安全方面的词役 他参与一些国安事务 也有相当多的历练 他不是不了解 所以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我非常惊讶 多老师您的看法 因为整个国防的战略部署 已经从过去的攻击 好多年间改成防御作战 所以这种陆战队的登陆抢摊 您认为有必要吗 我倒是认为吴一龙讲得还蛮正确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要讲实话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当然觉得说 有一些军人同胞为我们牺牲 或者是说在这一职当中牺牲了 那么我们是感到 非常的悲伤 可是我看到那个报纸上 海军司令部说 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海向改变 海向不稳 对 奇怪了 打仗的时候一定要选 天和日丽 然后无风无浪的时候打仗 不可能反而天气越差 战事的那种危机性越高 不能够把海向当作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 那吴一龙讲的并不是责备那些士兵 他与一之间绝对没有责备这些人 不是责备那些士兵 责备的反而是那些比较上层的人 上层的人真的是越来越作秀 就是说为了要给总统看 其实不是只有蔡总统 从马总统 陈总统那时候 开始一路下来都是越来越这样子 军队真的是越来越形式化 所以你认为是有表演的嫌疑在里面 不是只有这个汉光演习 我觉得整个军队现在形式化的这个主意 是越来越严重 我们都知道每个部队都有所谓的高装检 就是每年都要去检查 大家的这些武器是不是还在 高装检当过兵当过预官的都知道 都是要到隔壁去借的 没有人的没有人有真正的那些都是去借的 所有当过预官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全部都是形式主义 这些形式主义要打破 这些形式主义士兵是没有任何能力能够打破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做事官的时候 他是专门发军饷的 结果连长说发不出军饷 叫他回家去借钱来发军饷 结果我们的部队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的部队的这些校官 将官 才应该要为这些事情负责 为这个所谓的军队形式化负责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事情 OK好 杜老师指出说真正杀人的是形式主义 侯晨在看法呢 其实你后来看到一些军事专家的评论 就是说吴云同在讲大秀这件事情 大部分大家是同意的 但是至于说 好那至于说你是不是还需要做这个艇的操练 这方面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 但是一般来讲 那个大家觉得好像看起来怪怪 汉光演习还变成大秀 就是 我当运官的时候 那个汉光演习要人命是过分的 很恐怖的事情 因为其实你今天看到蓝莉她也讲到 就是说因为你海军整个人在缩减的时候 其实他原本有爆破跟征收 一个负责下面一个负责上面 结果后来他在财病的时候 他不管他的功能变成说 你负责水上跟水下变成同一批人 他的专业就产生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海上会搞不清楚 因为负责搞清楚海上的那批人已经不专业了 就是原本底下 有些人要负责去了解海上 负责把底下的航道这些东西要清除 这是原本爆破的 那爆破这些人 他变成跟处理上面征收的 两个是不同的功能的人 他变成合并 他的专业度出了问题 所以来讲的话 那你就会造成更多的意外 这次还有很特殊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位少校他亲生 对不对 我真的是很强烈的怀疑 我觉得这个少校他的亲生 不只是说他自责 我相信他自责 但是我更相信是他责 就是他的上司 他的上司责备他 要他负责 就是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一个少校 他是演讯官 他是评分的官 他为什么要负责 当然是上面的人要他顶罪 一定是把他骂成猪头 他才会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难道从司令开始 到整个演习的指挥官 他们不需要负责吗 他们只出来举了一弓 道了一个歉 他们有做真正的检讨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队 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中阶层 中高阶层的这个军官的心态 跟真正能够作战的状态 还距离太远了 尤其总统这番说法 对吴亦农说法说 他认为不尽公平 您可不可以帮我们深入解读一下 蔡总统到底对于 吴亦农这个说法 他心里面你认为 是比较采取什么样的评价 这一次我听陈玉政 我认为真的是对于 真的对三军统帅是一个挑战 你说三军统帅 你每次在讲的 我们三军年度最重大的联合演续 是一场秀 是为了满足表演的需求 这某种程度我觉得 虽然没有 这个不是统帅的错 这不是统帅的错 而且统帅出来慰问这个 就是说事后慰问大家 我觉得蔡总统的讲话 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那有没有吴亦农要提醒 吴亦农要提醒蔡总统这个部分 你应该就三军统帅值得 好好去了解 未来才是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的三军的 有效的延续 我不觉得吴亦农是在批评蔡总统 我觉得吴亦农是在假老 假会 因为我认为吴亦农 他可能真心的希望国军好 我们大家也都希望国军好 可是他的用词太过轻挑了 你一句话打翻了整个国军的努力 国军里面有没有什么 高中间的时候 我们赶快去隔壁借 然后不确实 的确有 我也我没当过兵 可是我听过所有当兵的男生 都讲过这些事 可是不能够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否定了所有军队的努力 所有的军队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还是努力的 我们坐在这边 不就是因为他们很努力的在保护我们吗 所以任何对于军方不敬的这些 我都觉得你不应该 你一句话把人家所有的训练 人家是海陆的 多苦啊 把人家的训练打成表演 蔡英文总统下个礼拜要去看汉光演习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吴云荣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总统是去看一场秀 去看歌仔戏 好棒表演得讚 这什么发言 我觉得吴云荣你的了解不够深入 不要以为自己待在国安会当了几天的支持委员 然后就变成军事专家 如果你要当军事专家 好好的继续磨 去问一问其他的军事专家 如果你觉得登岛这些 根本就不切实际不应该有 也麻烦你去问一下其他的军事专家 当中国要夺东沙的时候 他要夺钓鱼台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需不需要这种 他要夺金门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 是不是 所以这次我还蛮赞同陈玉政 好难得 我竟然赞同你 我觉得吴云荣说这个话 非常对国军很不敬 我们到现在还有三个 我们还有三个陆战旅 我们有陆战队的编制 为什么没有登岛 当然是会 否则我们就应该裁测陆战队 如果整个我们的战略防守 我们战略是改成防守式的战略 那我们为什么还有陆战队的三个旅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董老师像栗正杰栗将军 他是海军陆战队的 这个师长的退伍的 他常跟我讲现在陆战队改成 叫守备旅 所以说事实上还是要做 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守备的工作 包括几个里岛 他说这个工作非常的吃重 他战略最好 他说那个大陆的解放军 每次用那个模拟的地形图 要涂这个岛涂那个岛 他都说这个地方 我都当过守备旅旅长 拎白蛋里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 这个最杰出的这个 黄埔军人的回应了 OK 今天有个新闻也蛮有趣 但我们持续追踪今天不讨论了 港版的国安法第三条 可以要求台湾做相关的配合改正等等 蔡英文总统说 我们不排除祭出反制的措施 我想这个议题未来会从外交 会变成法律的攻防 我一位美国的一个智库的朋友 他昨天写一封email给我 他说温家我提醒你 你们最近内阁人士改组 看看这位 他说Dr.顾立雄 为什么会出任一个 大家一开始拼命批评他 你懂什么 你懂国安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中华民国台湾在面临大陆的逐步进逼 法律战要找专业人才 他说这个就是一个你们最近常讲 叫做超前部署的概念 OK倒是蛮有趣的 带大家去找一位 派对 我们一起走 给大家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为大家